如果我們看完這本書 面對這個時代 你覺得你所定義認識的香港人 在未來還會存在嗎 我覺得香港人的身份很突出 我自己差不多見面都問你是否香港人 因為新加坡人和台灣人是很不同的 大陸人大家都接近有印象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種港人的感覺呢 可能真的幾十年積累下來 我自己覺得這幾十年是有積累的 積累是甚麼呢 最近我才知道 原來香港已經有這麼多不同年齡的文青 因為原來香港有一個話劇 可以幾十萬人去買票 就是看話劇 訂票的人幾十萬人 就是說這麼多年來的文青 原來現在有幾十萬人數 這些都是積累來的 因為我自己那一代 其實經常都說七十年多威風 不是那麼多人 可能有七萬文青就不得了了 現在說七十萬人去支持話劇 都是積累的 還是去到哪裏都可能用不到一些 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是否一定要在那個土壤 特殊的匯境、歷史才可以出道呢 還是在現在香港立下面目 全非下一代 都可以保持某些香港人 或者當他們移民 去到美國、加拿大、英國生活 是否都可以承傳下去 你怎麼看呢 真的不知道 這個香港人可能真的要和地方有關 再兩代後很難說 如果你去了英國 是不是這樣呢 除非香港本身還是很有魅力 這樣本來就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那一代就是移民 溫哥華 他們父母和子女在溫哥華 都看回香港電視 永遠以香港有些什麼發生 是必須知道的 這樣的情況 或者還可能維持到很久 雖然去了溫哥華 都還有一些香港味 但是如果他們對香港 經常用一個時代結束了 又一個時代結束了 這樣理想 或者終結了 不想再看回 不想再知道香港 這樣可能很快就沒有了 但如果他們的觀點 是覺得現在香港已經不是香港 那你的討論關我什麼事呢 那你一班人討論一些 完全不關我事的事情 那我為什麼要知道呢 我還是很喜歡香港 但我不喜歡現在這一塊 那你會怎樣看呢 那不要跟一些討論 但是跟一些別的事情 一定要把歷史的拆散 其實我想強調 不要把它簡化 好像香港因為什麼什麼 就死了 那一塊是死了 但是還有很多一塊 你們重組別的 這樣又可以有些活力 這個湯恩比歷史研究者這樣說 帝國崩潰也好 有些東西拿出來生老病死 然後再重生 再出現過 去到香港 你覺得最容易拆散 細碎化 然後再拿出來 變回某些東西出來 那些是什麼呢 你也考到我了 我都未必知道 我自己遇到的 譬如在內地的香港人 首先他們都很勤快 做事 很想有些方法 令到他們可以跟著做 不要全部是靠公關 靠人事這樣 然後 香港人的聲譽 是有些美德的 即是職場的美德是強的 譬如說 現在香港人 更加喜歡全世界去看 眼光是闊了些 其實在我們那時候 那個眼光是 只是歐美 後來多了日本 現在 現在就差不多全世界 都有人有興趣 這個都是 新香港人 在很多香港朋友眼中 他們覺得 你長年在北京 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即是 他言論自由空間 起碼比舊香港 會小一點 舊香港 起碼你本身 你研究的對象在香港 那為什麼你會選擇 長期住在北京 又怎樣可以生存到這麼久 因為現在很多香港朋友 先想這個問題 如果他是一個差不多 以色形態的人 那他就想 如果他不走的話 那你這20年怎麼過呢 當然每個人的想法不同 自己的選項 其實我研究對象 是想研究中國大陸 即是香港 我固然從來沒有放棄過 但是我都去到40歲的時候 我才決定說 我要去到大陸沒有一個地方 我去了北京 這麼巧 北京都是挺好的一個選擇 作為 理解大陸 即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真的 理解大陸 但是比較好或者多些資訊的就是在北京 因為你其他地方只有那個地方而已 但是北京還綜合很多 我就在北京樹落 其實就是因為想知道中國大陸發生 然後不是一天就完成了這個理解 他們一直在變 他們本身都變化很大 變成一直住到現在 我現在住了25年在北京 不可思議 我在北京的時間是長過我在香港成年人之後的時間 同年當然清朝年加起來就比北京長過 但是只是成年之後 其實我在北京更長過香港 和你當年預測的盛世距離多大? 其實盛世有點反諷 因為2008年奧運前後的氣氛是相當樂觀的 我寫的時候是2009年 我就說 其實有些開玩笑 哪有這麼好啊 盛世了 其實都不會說順勢的 其實有少少這個意思 2009年寫出來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寫 我當時很多朋友未必同意我 我就將故事推到2013年 推到不久的將來 我可以作一些事情出來 因為還未發生 有很多朋友覺得我在預言中 然後現在還有人說 你好像剛才做了很多事情 只不過2009年都可以知道的 只不過我當時寫出來 可以說我們中國已經不是這樣了 你們看錯了 所以我推到推前 推到2013年 將故事放在那裡 寫的書是2009年寫的 這十年是有些超過我當時 盛世寫的那個想像的 其實它可以去到這樣 現在這本書是大陸還買不買到的 買不到的 之後的幾本書都買不到 但是盛世當時在大陸網上流傳了很久 在大陸網上 既然你講到盛世 我也想說回 我很喜歡那本《健空二年》 因為有很多朋友看完 最初看完就覺得很熱鬧的情節 很有趣的想像 但如果有時間看第二次 就會多了一些問號 即是怎樣呢 你想說什麼呢 不如親自說一說 你想說什麼在那本書上 那本書是想回我父輩他們為何下來了 他們在上海為何要下來了 如果歷史很多機會是不是這樣走的 不是必然要這樣做的 沒有決定到走這條路的 如果有一個變化出現了 可能後面歷史不同了 那這種就在小說上就叫做 《烏有史》或者是 《架空歷史》或者是 《寧雷歷史》 這個類型都存在的 雖然沒有烏托邦小說這麼普及 那我就假設到49年 如果是在東北的戰役 國軍是贏了 那中國還繼續是蔣家統治 那會怎樣呢 有些這樣的想法 然後一直去到79年 因為在真實歷史來說 就是49到79年 前30年叫做現在 那這30年會不會變化很大呢 那我一想就變化肯定很大了 如果是蔣家 那我們肯定不會遇到文革了 肯定不會遇到 甚至集體化之後的大饑荒了 那這些大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那細節會怎樣呢 那要自己想 那找一些人物出來 想想他們會怎樣遭遇呢 囉